高雄有一名林姓男子 他的行為相當詭異 就專門挑農曆七月的時候 戴著骷髏頭的面罩 深夜時跑到西子灣的岸邊 來下情侶 警方獲報將人逮捕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而高雄檢疫庭 審理之後 對這名男子 處以一千兩百元的罰還 套上全身骷髏裝 外送員來個大便身 全套鬼裝上路 所到之處都是焦點 看到外送員在萬聖節的裝扮 店家驚喜萬分 但如果在鬼月還做骷髏頭裝扮 驚喜恐怕會變成驚嚇 不少情侶 喜歡來到高雄西子灣來賞夜景 不過高雄一名林姓男子 卻趁著農曆七月的時候 故意戴著面具來嚇他們 而作劇的人 就是照片中 穿藍色外套的林姓男子 戴著骷髏頭面罩 深夜在西子灣暗處埋伏 等候落單的遊客獲情侶 無聊骷髏男從情侶後方接近 讓不少人被嚇到尖叫亂逃 警方獲報根據監視器訊現找到他 高雄檢疫庭審理後 認為林姓男子蒙面偽裝嚇人 考量受驚嚇的人數 依法裁罰一千兩百元可抗告 如果真的是有嚇到的話 我覺得這個髮環盆應該要重一點 同樣骷髏抓不同時間地點展現 觀感大不同 人嚇人會嚇死人 千萬別拿無聊當有趣 記者秋天宣許全文高順報導